这样的一个事件 不管是从大的框架 或者事件本身来看的时候 台湾站不住脚 第一个 第一时间没有坦白从宽 第二个 竟然没有任何录像带可以提供 第三个 造势的这艘的海巡艇 上面的所有的海巡的成员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露脸的 在明明有巨大的瑕疵的情况之下 台湾仍然基于内部的民粹炒作的需要 民进党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担心他一旦基于事实所进行的 不管是道歉或者是赔偿 任何政治上面的退让 都会导致他在内部 现在的政治情况会出现崩盘反应 所以民进党所采取的是一种 是一种不断的第一个 用一种没有办法 为自己的行政瑕疵负责的情况下面 希望用稀里呼噜带过的方式 把这件事情吵吵吵结束 所以一开始既没有考虑到解剖 甚至于整个的事实的调查 显然出现了很多的瑕疵 说了非常多的话 有这些的瑕疵竟然就想要让 这个两条人命呢 就在这种稀里呼噜的情况下面呢 就准备吵吵结案 大陆不要说官方舆论也不可能答应 好第三个就是台湾的民进党的处理的方式 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呢 不只是呢 自自己呢 行政也有严重的瑕疵 同时呢 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到现在为止 不可告人的地方 所以民进党就想要把它呢 转变成一个 一个呢 一个国际议题 国际事件 美国或者国际舆论对这件事情 极端的沉默 任何稍微呢 有涉链人都知道 台湾呢 是理亏的 台湾必须要负责 所以眼前呢 民进党的所有的处理的方式 变得越来越被动 民进党正在逐步 逐步 逐步的呢 在退让 想要呢 慢慢的让这件事情 在个理性的对话基础上面 沉淀 但是 它终究会造成一个 眼前不在金门 感受不到的情况 就是 在金门周边水域 海上执法的行政管辖权 基本上面 台湾已经完完全全的失去了